詞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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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個指定的結果 所以一個遊戲會有五六種不同的結局 甚至更多 然後他這種遊戲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我們想做的是一個跨平台的方案 跨平台的方案在於兩個地方 一個是說我們希望遊戲開發者 可以只拿一份腳本 他只要寫一次腳本 我們就可以在所有的平台方面去 run 所有的平台無論你是在手機 在平板還是在電腦上面都可以跑 除此之外呢 我們要第二個東西是 我們希望這個東西的腳本 儲存在 server 上面 所以照理說呢 你無論今天從哪個地方 你只要有網路 你都可以隨時從你之前玩過的地方 你都可以隨時從之前玩過的地方 開始玩這個遊戲 然後呢 也許有人會跟我講 那有沒有 demo 可以看 應該有 可是等一下 因為我希望我們先把重要的東西講完 而且這裡網路狀況也不適合好 大家也知道 好 那麼呢 你一直問一個事情 這不叫 LPG有很難嗎 它是2D的遊戲 這網路其實是2D的遊戲 你只需要去處理2D的邏輯 你都比較複雜 可是一些世界之類的東西 它看起來沒有很難 可是我們做 它看起來沒有很難 可是我們做了一年以上 還沒有完成它 為什麼 其實 主要的原因在於說 第一個 我們不小心把這個空間搞太大了 因為我們要把我們的收 我們要把我們的東西都存在於多安 以至於說我們的腳本 我們的所謂商城捷報 還有我們的遊戲資料 都並去儲存到對岸 而這個對岸的內容 目前 以後如果我們加CTO 有機會來講的話 會請大家 我會想辦法拉他來 會想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對於我們公司的理由來講 目前算是 瞭解程度的機密 以後可能會慢慢 跟大家公開這些事情 透過一個我們自己 制定的Protocol 然後去跟我們的用戶團聯繫 這東西其實就是很簡單的一個指令 很簡單的一個指令同步功能 我今天要建一個新的 建一個新的圖片在這邊 或者是畫一個文字在上面 它就是這種程度的訊息 因為所有的腳本都在Server上面 所以其實用戶團要知道的東西不多 當然以後會有一些複雜的情況 可是這不在我們今天的討論之內 然後呢 我們目前有做出來的用戶團 包含了HTML的Browser 包含了可能暫時會更新的IOS 因為各種原因 包含商家 以及Android 還有我們最近因為各種原因 逼出來的Windows.NET的平台 對 其實當初會寫Windows.NET 不是一個意外 而且一開始也不是我寫 只是在那個 Windows板塊要給人家看了之前的一個禮拜 我同學接這個案子 然後也得到了一些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一些心得 對 所以說呢 為什麼我們合作的東西很複雜 因為它中間 我們要作用戶團太多 因為我們希望之餘的平台太多 不過我們現在的能力太少 然後呢 跨平台 大家都知道很討厭 這張表情不怎麼講 因為它就是一團亂 因為基本上你iOS Android Windows 你要用的語言 它的繪製 它繪製會用到的方價 然後呢 它都不一樣 所以你其實開發的時候 你都要熟悉這些東西 就是 你通常都是二選一 二選一 或者是三選一 然後先選擇 選擇之後 你要造給自己選了什麼鬼 然後再來就是 你東西寫完之後 你還要去找你的敵範子力測試 其實iOS很簡單 你把所有世代的iPhone和iPad買完就行了 不然還有模擬器 可是呢 問題就在於說像Android Android的現在 3吋、4吋、5吋、6吋、7吋、10吋 通通有 所以你沒有辦法買起所有的機器 你也不可能去測試每一種狀況 其實這個Android 我覺得暫時是一個無解的問題 還有像是Dubbed的話呢 我會把人開發出了一堆神秘的東西讓你寫 例如什麼Windows phones 什麼Windows Presentation Foundation 那我也不用過的東西 然後或者是WX 然後WX又有分世代 有分 它有1API分成9、10、11 又不一樣 很麻煩 然後呢其實PC雖然說 可是好處反而是PC雖然很多 可是它的相容性還不錯 看法工具的話 就是每個平台都有自己的看法工具 集中iOS要上架 要繳年費 iOS要實際測試 就是如果你沒有JP要繳年費 Android的我不知道上架比較淺 我會忘記了 可是提到上架 Apps都很嚴格 你機會上沒JP的機器 不能讓沒有上架的產品 Android的就是你可以放一個APK 圖去解除 Windows也是 丟個team出去 也解除 所以其實這個平台這段差異很麻煩 所以說呢 我們要處理這麼多平台 而我們的架構這麼簡單 那我們幹嘛 不用已經有的方案 例如說呢 我們更知道 大家應該都聽過這些東西 例如說 Unity 跨平台三天引擎 例如說 Tatania 它是以JavaScript去撰寫 去撰寫邏輯 然後套上Native的東西 然後你可以用JS去刻出APP的一個工具 或者是像是FoneGap 它直接把瀏覽器包起來 所以說它就把瀏覽器包起來 再集中給你一組API 讓你去跟手機互鬥 為什麼我們不用這三種東西 其實 一個主要的可防之一是 因為 我們已經是一個Coverty AI服務了 如果我們再加上其他東西 又加上複雜度 尤其是在Debug的時候 如果是對方的錯 如果有了一些功能 是對方沒做 是對方的錯 我們怎麼辦 我們能不能改它 我們要不要改它 我們有沒有能力去改它 都是個問題 然後如果你使用Titaniel之類的技術 對 這裡有點忽略P3D 因為其實P3D 我們好像後來有評估過 不是FoneGap的情境 可是這方面不是我生產的地方 所以我沒有畫P3D的部分 然後至於Titaniel的話 他們的問題主要在於說 你很難做得複雜的去集中力 以我的觀點來講 因為其實像Titaniel 它是用Draft Grid 然後它的主要跟單序 它要做一些類似的平行處理 例如說開Street或幹嘛的 其實並沒有想要那麼簡單 然後Titaniel它的結構也很複雜 它適合作為一個APP 而且不太適合作為一個遊戲來使用 HomeGap就是效能的問題 HomeGap就是因為它是游覽器 因為這種原因它非常慢 然後慢到我們覺得 以遊戲的複雜度來講 它無法接受 所以我們最後就放棄了這些方案 當然還有一個社會工程師的 一個重要的要素 因為自己寫得比較爽 好 那代價是甚麼呢 這麼做有昂貴的代價 就變成救火隊 就變成我在公司很大於一部的摩托 就是當救火隊 就甚麼東西 第一個我要做功能 如果說今天做到一個Street 我給我講STEP改了 我要把它改回去 然後呢 如果你的APP 通常完工了之後 不算完工 因為你的APP 無論是誰寫的 無論是誰寫的 無論是有經驗的人寫的 沒經驗的人寫的 都會遇到一些神秘的症狀 例如閃退 當調 或是在某個地方卡四 這種事情很多 而且通常很難處理 所以說這些東西都需要急救 因為你假如說你開一個Menu 它會燉三秒鐘 出不來 那這種事情 要出戶的時候 客戶就會說 欸你這東西怎麼討換飯 這不可能啊 一個Menu而已 你要三萬鐘出來 對 所以說這些東西都需要急救 而且有的時候不是這麼簡單 又例如說 今天的老闆 好不容易氣高採煉 看完我東西完工了 出去跟人家聊天 出去跟人家聊天 打算談生意 玩到一半了 就慢慢掉了 機器不會動 當機 或者是整個東西 怪了 我們就要趕快去搶修 看是哪個剛好問題 所以說這個代價其實蠻昂貴的 因為我們有這麼多的誇張者 以至於說我們 一旦救火就是救好幾個平台 一旦修正就是救好幾個平台 這個是一個當初的實測 我們以後也許會有方式去改進它 可是目前還沒有做到這一點 然後呢 因為這樣子 我們導入了一些OpenSource的東西 我們很希望所有東西是OpenSource 其實我自己也是 可是沒辦法 有的時候也是為了賺錢 有的時候也是為了要商業化 可是呢 有一些基礎的元素可以OpenSource 例如說 例如說什麼 簡單的網路 簡單的二地框架 那些東西其實都可以OpenSource 所以說呢 以我們Kamigami的用戶端節 來看大概包含了這些東西 首先是WebSocket跟Message Pack 他們是實作訊息 Tortocle進出的部分 然後再來有我們的訊息解析 然後重要的是右邊這一塊 我們的UI元件 包含它的外觀 它的動畫效果 它的事件 還有它必須要有能夠播放影音的能力 它必須要有計時器之類的工具程式 它也要有能力從網路上 例如說從我們自己家的Server 或是我們剛在做 如果從Amazon S3上面 去撈最新的資源 因為你唯有把那些圖片跟影像 載下來之後 你才有辦法去把我們的劇本畫出來 所以說這個地方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其實我們這個OpenSource 其實整塊都有幫到 可是這一大塊是我們主要的寫的部分 其他的東西都有OpenSource 可以幫我們就一點 可是UI的部分也是一個 我可以講一遍 這個東西是我們自己需要寫的東西 整塊裡頭可能有50%的地方 是OpenSource 可以幫我們Cover掉的部分 例如說WebSocket 它是一個公開的寫定 很多人寫在我工具 MessagePack也是一個已經公開的寫定 好 另外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是比一個遊戲最困難的 因為我們自己的選擇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在iOS上面 暫時使用 我們暫時使用 內建的UI元素 也許玩過iOS的人會知道 它叫UIKit 然後除此之外 我們外插了一個Library 去做OpenGL的shader 因為我們有一兩個特效 需要套OpenGL ES的shader 於是我們套了一個外部Library GPU引領局 它處理了一個很複雜的Input Output機制 你可以Input一張圖片 然後透過OpenGL 產生出一個View 也之後你可以做到 它的目標法是說 你今天Webcam 你今天Webcam 即時引項 把它即時加上濾鏡特效 即時轉成圖片 或即時轉成螢幕上面的效果 然後呢 可是我們把這個東西拿來接特效 我們把我們的特效圖 跟我們的Fill做合併 然後讓它可以去畫一些東西 可是目前iOS 手邊沒有Demo 因為這種原因 不好意思 然後呢 我們的主力 就是在Android上面 其實我們Android的最後 是因為各種原因 是採用第三方的遊戲環式庫 它的名字叫做LiveGDS 在Total我記得 我在搜尋過 Android的比較有名的引擎 包括LiveGDS 或是另外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 忘記什麼名字的引擎 對 雖然我們講三個引擎 另外一個叫Android 可是說 因為這種原因 我是採用LiveGDS 因為它的結構設計才很好 然後呢 它的文件也很完善 然後它的開放者也很有熱忱 它完成了一個 把OpenGL ES 包裝成類似XA 類似XA的繪製結構 除此之外 它會擋到一層二D方向在上面 也就是要幾乎把XA做過的 再重做一遍 而且我實際用過之後 發現用起來 也很少遇到奇怪的問題 於是我們就決定再使用這一套 這套授權是AppleGDS 2.0 沒記錯的話 所以其實非常的好 然後呢 Directs的部分 我們沒辦法 因為其實不是我寫的 然後呢 我們剛好請到有人 他寫過Directs 所以說呢 我們後來就決定 他們的決定是用ShopDS 加上Directs 成D9 其實ShopDS 它都是一個Directs 直接的API 包裝 它就是把那些API 包 加上Direct的一些 記憶體管理要素 然後把它直接包裝成一個API 這樣 但不是一個很高階的東西 可是因為各種原因 然後加上 我們後來請到有人 有Directs 的經驗 所以他就把它這樣寫出來 然後呢 我們也為了差D 你必須要放棄 很好Directs 11 然後呢 Directs 9很糟 各種原因 聽說11比較好 可是我不知道 對 可是呢 因為為了差P 知道忍痛 就用Directs 9 其實就是一個 有點麻煩的原因 然後呢 終於要講到重點了 我們講Open Source 講了這麼久 來分享一下 我覺得說商業專案 或商業遊戲 用Open Source 你要注意的一些issue 第一個很重要 第一個很重要 授權要對 license要對 因為你任何商業專案 你都有 你都要注意到 Open Source license的問題 有些授權像GPL 會要求你引用之後 你要開放整個程式的程式碼 這種授權 就是千萬不能用 你用了會讓公司出事 如果現在不會有事 你過了兩三年公司 紅了會讓公司出事 你只要騎一個 這些東西全部重新 或之類的 然後呢 有一個我自己的參考白名單 可是這個白名單 請多參考 如果在台灣的話 你可以想辦法去問 你可以找律師 或找台灣有一些 對Open Source 授權有研究的人 去講這些東西 從不多大 至少我覺得目前這裡 看起來是可以的 例如說 最煩鬆的BSD 或是 緊一點的 APPAGE 2 或是 微軟或是 檔內的專案 才會去使用 Microsoft的Property License 這個東西 叫Microsoft的Property License MSPL 這東西 聽說到APAGE 2很像 可是我沒有自信卡 所以通常呢 除了這四個以外的 除了這四種授權以外的東西 都盡量不要放在商業 都盡量不能出現在商業專案裡面 不要不要不要 除了這之外呢 當然是JAR也要對 什麼JAR也要對 你可能一個功能 有四五種選擇 你可以從四五種代表裡面 選一種 然後怎麼選 我的話碼 點CAP 看一下 文件四五行 放棄 或是說 點進去去看 文件一大串 然後呢 文件看起來寫得很好 好不夠 放棄 或是說 看起來都沒問題 弄起來上得很差 還是要放棄 所以大家相反來講 我會分成 我會把做到朋友四種 他的文件寫得很亮 程式版寫得很亮 Bug沒有人解決 或者跑起來也很亮 這四種就放棄 有出現任何一種 就要想辦法放棄掉 因為 所以保證說 這個東西沒有辦法放你 這個東西既然沒有辦法放你 你就趕快把它放掉 因為你再改下去 你只要費時間 因為用別人的東西 講男精心講 用別人的東西 你怕他不管用 就要趕快想辦法放掉 不然真的是要浪費時間 好 然後你在寫的時候 其實任何的工具都是一樣 第一個 你有的工具 可是你有的時候 還是不知道怎麼寫 因為你終於知道 他可以這樣用 可是你就是會發現 說我要做某件事情 我沒有辦法很直覺的知道 喔 這會怎樣做 所以說 有的時候 如果看文件 你要去看程式買 然後每個專案 都會有自己的Bug 寫一寫 他說可以懂 誒不會懂 所以說 遇到這種狀況 或者是 你覺得要有什麼功能 他沒有給你 所以說 你可以說 如果那個作者 會上Stack Overflow 你可以丟去Stack Overflow 隨作為作者 或者自力就寄 你自己去翻程式碼 自己解決問題 也可以 可是呢 請養成一個好習慣 無論你用了什麼 Offersource的專案 請你 經常去翻 去翻專案的原始碼 去翻專案的文件 去翻專案的issue清單 那些東西 經常可以救你一命 我已經被這東西救了五數次 應該有五次以下 然後呢 還有一個重點是 套件的管理 你可能一部頭型 就用了五套 六套、七套 甚至更多 你會需要去管理這些東西 例如說 剛初更新了 你就要自己把程式碼 當好再更新 這樣不實際 於是有人寫了一些管理機制 它就像是 也許你用過Linus 它就像是apt 或像yum 那種管理的方式 我找到現在的指令 都可以去做更新 去做安裝 去做調整 目前三個平台都有對應的工具 例如說像Ls 上面有 Cocoa 怎麼唸 Cocoa Parts 可是我們沒有 其實這有點麻煩 它需要努比 而且它需要改名的s-code專案 其實我是覺得 它蠻好用的 只是我們目前來 它iOS可以用 Mac也可以用 可以用在iOS專案 也可以用在Mac專案 其實我很好用 我也沒有 Android的話 就是按照Java社群的管理師 用Mailman Mailman這東西 好像是Alpha有支持的 然後它其實好像也不錯 可是看起來很複雜 所以我也沒用 然後還有一個是Delete的話 目前呢 Delete的部分 微軟是LeetTrain NewGator NewGator本來是一個 社群發展起來的版本控制 社群發展起來的一個 依賴性 Dependency的一個控制器 它是一個超級管理器 它本來是社群支持的 可是至少 V90 Studio 2012 它只會附贈在V90 Studio裡面 所以基本上 你新的開發者 只要一貫好 V90 Studio裡 就會有NewGator 所以其實呢 我後來發現這個東西 還不錯 所以呢 我們有把它稍用一點 為什麼我們不用那些東西 第一個是 因為型號麻煩 就是一個 第二個是 有些東西 我想所謂修改裝案的原始 去做一些patch 然後或者是 這個裝案根本就沒上自己的庫 它根本就沒上 谷瓜法子 它根本就沒上美門 或者是它根本就不在 NewGator上面 這種裝案也是會用 那我裝案怎麼辦 你要不像 昨天O3一樣 自己還都自己 每天一個 要不然就不管它 所以說呢 其實這個是有關 開源通知管理的部分 好 講完了開源的部分 我們來講遊戲的部分 解容性我覺得 我兩個都心狠 一個是多數情緒 一個是資源管理 我們Android跟Windows 都遇到這兩個問題很大 然後我們也花很多時間 去解決 通常你遇到一個問題 就都被卡兩天 一天要兩天 通知持續 也就是今天跑到一半 不然程式不會動了 怎麼樣都不會動 兩條去 在IPA互相等對方 做完 哇 不會動 於是你會到這個現象 我開始Lock這個東西 Lock這個東西 加上一堵热氣八糟的Mutex 加上一堵热氣八糟的 加上一堵热氣八糟的 加上一個热氣八糟的 stress step clearing 或之類的東西 總之你會有 總之這個東西 到最後就變成這種狂況 然後呢 在DayLock 在某些平台 你卡住了 你按暫停 你不知道卡卡死在哪裡 這種狂況很麻煩 或是有些人才更麻煩 在Android的 你根本也沒辦法暫停 我們就遇到一個問題 程式按back鍵出不去 backbackback的當調 這個問題 我後來花了 快五六天才把它解掉 這種問題 而且Android的Debug 不像iOS或Windows這麼直覺 依我的觀點來看 然後呢 其實重點是 腦袋清醒之下 要把同步機制做好 真的是腦袋清醒 因為碎的東西 會起到頭暈 因為你是好幾個 同情之情緒 你可能會有一個 critical的地方 你要把它處理到 可是呢 你在腦袋不清楚 你就是會搞不清楚 我這些東西 到底如何運作 你要去想清楚 他每條序約幹嘛 每條序約幹嘛 然後去分配多正確的機制 讓他投入正確的結果 這個比較重要 還有一項注意一些 平台實作的差異 例如我們Darrett的D9 他的Device預設 不會把你做大顆的動作 所以你一旦在多序做操作 他就會來 他就會莫名其妙 給你看 所以你要開一個三速 像MotorStrade 在台灣3D9就是這樣子 不過聽說 台灣3D11 就是預設就是多指數 預設就是開多指數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再來是支援管理 以Android來講 快速切換鎖定螢幕 我要怎麼控制它 然後呢 以Windows來講 視光收放怎麼辦 這些東西都牽扯到 整個3D 因為我們是用3D的 技術區塊2D 整個3D畫面的常見 或者是整個3D畫面的 對 他可能是局部的重建 或者是全部的重建 然後這些東西 你都要認同好好的API 然後呢 除了這個之外 他底下的細項就是Tetra 你的紋理 你的紋理就是你3D會主觀感 有紋理就是每一個素材 你今天一個房間 你的Tetra就是你的磁磚 因為我們的2D來講 你今天一個Tetra 我們的Tetra都是一張圖片 Tetra 文字繪製 記憶體管理 這些東西都是屬於支援管理的部分 所以說呢 你要清楚了解 Framework的行為 這也重要 然後知道說 OpenGL ES 它的想法是 Android 它的整個 Activity 的運動方式是怎樣 OpenGL ES 的想法是怎樣 然後Libre GDS 這種Library 會幫我們什麼東西 以及例如像Droid 3D9 Droid 3D9 我要怎麼樣正確地去reset 一個Device 你可以看到我這裡寫了一百勺字 這個是正確的 正確的Device last 例如說我今天 城市進到一個 我今天不小心開了一個 iPhone城市 東 它跑出UAC 它再回來 遊戲就會被Last Droid 3D的Device就會被Last 這樣一講Last之後 我要做這麼一連串的事情 它只能夠正確地去Handle 這個Last 所要重建的行為 你如果沒有任職文件 就整個死給你看 很麻煩 我後來也是 掙扎了兩天 才知道 哦 原來要這樣做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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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所以說 有時候 請讀文件 好 還有一個是動作動手機 這位 這位讓人頭到的東西 Android Android 頭到的頭到的東西 第一個 從這麼小的手機 到這麼大的手機都存在 第二個 拍子很多 HTC 三星 然後 什麼鬼 例如說什麼華為 什麼LG 然後什麼鬼 總之拍子很多 拍子很多 導致什麼我講 亂象很多 例如說 CPU GPU 或者是 或者更慘烈的一點是 我們遇到一個問題 多點觸控 在我們同事的HTC 萬差身上 就是會當掉 真的有這種問題 或者是說 一些比較簡單 就是GPU方面的差異 例如說 我們 我們有一個 shadow效果 它這裏 我的機器商量都沒事 有人跑去 他跑去 用Tegra 3 例如像這一台 他用Tegra 3機 就會有事 為什麼 或者發現說 因為 某幾款GPU 他們shadow的浮點數 浮點數 它差不多一樣大 有的機器支援 高精準度浮點數 有的不支援 以至於說 我們後來寫了一堆東西 就回去看到這些問題 所以Android很煩 因為你 動不動會被它整 例如說Android 並不是每個裝置都 Android的API有規定 它的儲存裝置 有分內部跟外部 但第一個 不是每台機器都有外部裝置 而且外部裝置不等於SD卡 你可能一台機器 存在所謂的 你可能一台機器 你買了一個32GB 例如說一個32GB的 智慧手機 它有附入記憶卡 可是對於Android來講 它的內存是32GB中 其中可能的200MB 它的外存是32GB剩下的部分 它的SD卡是外太空 可不可以知道 對很麻煩 所以說Android很麻煩 請大家在碰這個東西的時候 要三思 因為你至少需要很多機器 或者需要很多時間 所以說 你真的不要破Android去做功課 像我後來發現 我被這個東西氣死了 我是幫我們公司所有人 包括我們寫開罵的人 跟我們不是開罵的人 他們手上的機器 所有用到的版本 CPU、GPU 甚至是解析度都寫下來 這樣的好處在於說 我一旦出問題了 例如說 什麼東西在某台機器都出不來 Teclap 3 可能是stretter的問題 但也新主要去debuck了很多狀況 也許你們問 這是Costcard 你沒有發送任何community上來 怎麼可以 我沒有發 我發過一個很小的patch 就是我們對於 一個 我們對於Android的WGDS 他們 我們有用到出他們肢體 因為我們要畫日文 然後呢 所以說我們後來有送一個配件 去問這個問題 可是我們太忙了 所以沒有三種 對不起 好 可是我們還是 我們老闆跟我們 我們應該都是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open的東西 可以一直內放下去 所以說呢 一旦我們對於這些東西 有所改進 我們還是有可能 把我們的扣送出去 可是因為我們太忙 我們希望以後可以 對open source這一塊 做出更大的貢獻 好 最後呢 我們感謝這些東西 我們用到 我們到底上來講 我們的三個狀態 用到這些 我們從此發掘了 其中出底字 表示我自己 有商量過的部分 然後呢 你們自己在開發有信送 也許可以參考這個清單 不要衝我們就好 好 謝謝大家 我直接先發問Live Demo 好 觀眾要求 我們來Live Demo一下 希望我都不要安掉 好 那我們先 台下 我們現在開放 一個到兩個問題 那就 他影片在開 你就直接問 有沒有 想要 請教 關於這個 欸 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你 我剛剛砍一下 一個名單 測試名單 大部分說是 比較 著名的廠商的手機 或者是CPU 跟GPU部分 但是我們其實 遇到最大的問題 其實是中國大陸 很多很莫名其妙的 CPU 跟GPU 那 他莫名其妙就算了 因為 你看 我以Android平台來講好了 他有 他的 Crate Market上面 他有一個簡單的機器 其實我們可以判斷 他這台機器其實是什麼 問題是 很多使用者 會去竄改那個資料 也就是說 那資料其實是不可靠的 變成說 我們在寫的時候 他回報回來的資訊 其實就是我們 因為有時候我們 就沒有辦法去了解 他回報回來的資訊 是怎樣 那你們是怎麼去求 一些那種 更為龐大的 這種 就是白牌的 這種 手機的問題 太平板的手機的問題 OK 坦白這樣一講 我們還沒處理 但是呢 我們已經遇到了 類似的問題 其實要講好了 我們目前主打的市場 是日本市場 日本市場更麻煩 因為日本市場的手機 大部分都跟台灣不一樣 第一個是因為 他們電信公司 都在出特製機 就是說他們 日本廠商 日本目前的主流 是電信廠商 針對日本市場 出特製機 舉例來講好了 也許聽過 Xperia ZR 反正他在日本 是以客製機 Xperia AS去賣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是說 他有很多廠商 他的ROP跟認定 他的認定 跟環境也不一樣 所以說呢 其實 這種狀況就更麻煩 例如像我們 就像我遇到 日本廠商回報 有一台Shop的機器 一直都有問題 他好像很喜歡Android 4.0 可是問題是 我們就沒有辦法 拿到它的機器 我們只能想辦法 解決我們手上 意見知道的問題 而其實 以現在的手機的提示 來講 因為S2C 其實現在大概都確定是 3家 就是高通 或者是NVIDIA 或者是電話科 Denover 都是3家 所以說 通常這3家 我們還沒有電話科 基本上 測過之後 應該都不會有大大的問題 除非它 它對Android的RAM體層 或者是對它的抽象層 有很大程度的更改 或是亂改 或是有BUG 那個情況下 才會出狀況 那就是要一台一台解決的問題 我看FiveOS 他們在石座 Mobile平台的時候 也是一天到晚 踩到Device的雷 他們也是得一個一個去解 所以我覺得 這種問題 除非一台一台去解決 我們在辦獎之後 我們下一場演講結束後 大家去的時間 想要開電話 直接請 來找小畢 我們現在請 下一場 請你來set up一下 感謝 請大家鼓掌 謝謝 謝謝 謝謝